本视频由托比尔原创制作 随着汽车行业的飞速发展 基本上二三线城市出门 都能遇到车入流水的情况 更不必说一线城市了 现在出门上班 开车还没坐车快 坐车再快也会堵车 这不共享单车出来了 但是距离效果还好 距离过长就不适合了 说来说去还是电动车最合适 小小轻便 距离也够 说到电动车 很多人都知道 其实电动车 现在国内的城市 大多数都是没上牌照的电动车 是不能在路上行驶的 即便如此 还是有很多车友 喜欢骑电动车上下班 不拥堵还方便 最近国外的一款电动车 惊艳了一大波路人 据悉是一位男子 在逛街时走累了 想随手拉着行李箱 捣鼓成立一辆电动车 这种操作 瞬间让人眼前亮 网上有透露 该款电动车 是一种可变身的行李箱 快速充电只需要35分钟 最高车速可达45公里每小时 而且不用加汽油 属于电动摩托车 由于这辆摩托车十分轻盈 而且携带起来非常方便 一旦不想骑摩托车了 就可以直接直接成行李箱携带 两全其美出行方便 深得国外的消费者信赖 不仅如此 如果摩托车车主 嫌市区太多了 想要走一些人频道 可以直接将摩托车 直接成一个行李箱 一点都会费劲 而且车身重量也不大 面对这样一辆行李箱的摩托车 大部分人是超级动心了 但是就目前国内还未上市 而且也不知如何定价 当然这个车子 真的是满足到多数上半截的需求 相信一旦上市 销量应该也很可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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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